我有點不懂為什麼這部片要拿來跟《愈來愈愛你》比 這明明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啊 大家好,我是部長 我們今天要來評的電影是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Moonlight 由Barry Jenkins指導 主演的有 Mahershala Ali Mahershala Ali Janele Monet Janele Monet Naomi Harris Naomi Harris 故事在敘說一名居住在Miami的男孩 Sharone 分成孩童、青年 以及成年三個階段 橫跨20年的故事 而電影非常殘酷地呈現一名小男孩 在一個這麼艱困的逆境中環境下成長 會對一個人的內心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小時候的Sharone因為是個矮冬瓜 平時又不太講話 沉默寡言 所以在學校就成為了被霸凌的對象 還被取了一個綽號 Little 媽媽又是一個只想要吸毒的毒蟲 有一次剛好遇到了Mahershala Ali 所飾演的Huan 而Huan的照顧 讓Little感受到從沒感受過的父愛 在Huan的面前 Sharone卸下了他的武裝 敞開了他的心房 在似乎感受跟周遭環境 所有事情不合的狀態下 他遇到了Huan 除了給他繼續生活的方向跟動力 也讓Little 終於知道被關愛是什麼樣的感覺 而Din到了這個階段 讓我非常佩服的就是他把一個 逆境的感覺 一個整個環境 逆境的環境 給忠實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把Sharone這個角色 在生活中所遇到一些壓力 就是蠻真實的呈現的出來 像是在校園 回家的街道 然後回到不太像家的家裡面 對Sharone來說 這個世界從四面八方 不停的在給她壓力 到了青少年的這個階段 Sharone一樣天天被霸凌欺負 而在這個階段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讓她從天堂掉入了地獄 不過也讓她知道這個世界存在著天堂 而成年後的她決定順著她小時候所遇到的患的職業 開始在街頭販毒 而且還做得不錯 為了不要讓周遭的人感受到她的軟弱 她將自己武裝了起來 練了滿身肌肉 戴上銀牙牙套 給人一種 我很強的外表 她其實在這三個階段之中 都有遇到一些事情來改變她內心一些 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 根據這些事件在她的人生旅途中做一些改變跟選擇 那這部電影做得很好的一個部分 就是雖然說這分成三個章節 每個章節的篇幅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每個演員在各自的階段 都表現得非常高水準 也成功讓觀眾 在這三個階段都能感受到這是同一個角色 感覺就真的很像是在看著Sharon長大 其他的配角也是一樣的狀態 雖然都在Sharon的生命中出現了一下下 但是除了對電影中的角色影響很大之外 帶給我們的演出 也是給了我們觀眾很大的感動 體驗到這在電影中比較少感受到的 就是這種階層生活的壓力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樣子 導演跟攝影在這方面 真的是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整體來說 這部電影的各項表現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不管是演員的表現 導演選擇呈現事情的眼光 攝影的構圖 以及劇本的編寫等等 幾乎電影中的一分一秒 每一個部分都有它存在的意義 呈現這個小男孩在逆境中的逆境 長大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這真的不太好詮釋 試著去理解他在生活中所會遇到的問題 有時候看到一個人遇到問題 不是說一句說 看開一點嘛 或者是 幹嘛那麼悲觀呢 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有時候真的是要花一些心 接著去理解他在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裡面 他遇到的一些困難 那這部電影全黑人的卡斯 也像是在跟大家說 即使是在好萊塢的這種所謂的逆境 也是可以拍出眷勇 而且經典的電影作品的 最後我給這部電影 9點2分 這邊要講一下 我真的不太喜歡這部電影的上映時間 就是硬要拖到奧斯卡之後上映 那很多人就會根據奧斯卡的頒獎結果 然後在看這部片之前 就會有些許的期待 所以在觀賞電影之前 就會有一種心理狀態就是 我就要來看說 這部為什麼可以打敗越來越愛你 其實抱著這種心理狀態去看一個作品 就是很容易讓降低自己的觀察能力 沒有辦法去好好體會 這部電影原本想要帶給你手 電影的觀點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主觀的事情 Moonlight是在講一個人的內心 在這樣子的逆境之中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跟轉變 跟對於他這個人的影響是什麼 那La La Lam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在講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這兩部電影在各自的領域 跟各自想要講的故事內容之中 其實都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圖書 這兩部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等級的作品 而當頒獎典禮必須要決定出一個winner的時候 這些主審的、這些評審的主觀認定 就會進來影響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其實不用把這個當中 像是一個籃球賽的說 誰輸誰贏 這個比較強、這個比較弱 其實這兩部都是非常棒的作品 身為觀眾 我們應該要好好去享受 我們有這麼多好電影可以看 感謝各位收看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給這影片一個讚 並訂閱部長影像研究室的YouTube頻道 旁邊有個小鈴鐺 記得可以點一下 這樣子我如果上傳新的影片呢 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對於這部電影有什麼樣的感想或想法 記得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 讓我知道哦 我是部長 不久哦